天氣的確是讓大家非常擔憂的 不過來看看台灣最近天氣 倒是蠻穩定的 大家有感的就是呢 過去幾天的確雨是下的比較多 不過再來又有好天氣 而且撐過今天 就會有106天的放晴機會 時間在4號 帶我們進步掌握天氣4號早安 好自己早安 大家早 剛剛這個極端氣候的這個畫面 確實蠻嚇人的 但是極端氣候 氣候變遷都是全球性的議題 大家確實要好好來正視一下 當然台灣相較於剛剛的畫面 確實穩定很多 不穩定的因素就是封面南壓之後 昨天今天水氣的確實比較明顯一點 不過沒有像上面三坡這麼大的雨勢 最主要兩個昨天有講過了 第一個這個封面的結構沒有太完整 第二個縱使它南壓 主體結構還是只有在北方的外海 沒有真的來到台灣的上空 所以在離島 在北台灣 在山區 這三個地方是雨勢比較熱區的地方 但真的要下非常大的雨 確實這兩天也沒有到太多 究竟雨勢的累積在哪裡呢 雷大會播圖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就是離島山區還有北台灣 所以昨天確實如預估我們下半天 水氣量比較明顯 山區跟靠近山區的平地 在南陀這邊的累積雨量78 60也沒有到非常的多 水雨量過去在金門澎湖這邊的離島也是四左右 所以短時間的強降雨還是有的 不過確實時間上面就沒有像上次或者是前三波的 美雨封面這麼的多 好消息 忍耐今天過後呢 明天封面正式經濟遠離 然後北台之後呢 也正式宣告五六月的美雨季節要出沒了 準備迎接七月份的颱風旺季的到來 不過今天呢你可以看到有些鮮豔的四塊 時不時在西半部地區 離島還有山區呢 下半天水氣一樣會是稍微比較多的時間 但越晚雨勢會越晚而 明天基本上就是西南風要接管台灣的天氣了 溫度降雨你可以看到呢 今天的水氣分布跟昨天蠻類似的 越往南部走看到陽光的機會越多 但是熱區山區北台灣跟離島要格外來注意 溫度的低溫高溫跟昨天沒有太大的變化 基本上就是一度左右 北台灣東半部地區略微回升到30 31度 但雲測量跟雷雨的機會還是有的 午後局部大雨然後呢封面 明天慢慢北台遠離之後 準備迎接就是呢 比較夏天的典型氣候 先是西南風 下週的二三就準備往東南風來轉 所以呢高溫的回溫的這個情況 逐日就會有感覺防曬補水 未來就很重要了 還有剛說到了七月份的颱風旺季 我也抓了一張的賈博士 在這個氣象博士賈星星的臉書上面 什麼時候是比較爆發的時間 或是數量上會變得比較多 他也預測觀察到了七月份 指標顯示七月下旬有利於颱風 生成的環境來建立 當然呢回溫期會不會在七月下旬呢 有些爆發的情形還有待觀察 不過一年就大概二十五個颱風左右 目前四月份兩個已經過去了 馬勒卡跟梅基 第三個什麼時候生成 就是未來觀察的重點 當然七月上旬有沒有機會有颱風 還是有的 目前專家是認為下旬會有比較 回越或者是爆發的數量 我們就來有待觀察 不過呢慢慢的防汛期呢 接近了颱風的旺季 七八九月 大家先把防災的觀念建立起來 是比較重要的咯 下次演講給姿利 沒錯真的要有防災的觀念 因為剛剛思豪說呢 一年有二十五個颱風 現在只有兩個過去 雖然大家都沒有感覺 但是呢接下來七八月份的颱風 就會因為呢整個大氣環境的條件 會距離台灣越來越近 就跟你我的生活切身相關 所以一定要格外留心 而撐過今天再來就有六天的好天氣 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再次感謝思豪 謝謝大家